婚下轻轻抚原爱和江洪杰于2016年结婚,婚后育有一个女儿小小爱,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,近日夫妻俩参加真人秀,二人的甜蜜互动,引起不少粉丝热议,不少网友看到后大户,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。 近日,江洪杰在社交平台上,PO出一张和女儿的合照,照片中江洪杰手里拿着小玩具,目光锁定在小小爱身上,爱意满满,而小小爱却被镜头吸引,盯着镜头看个不停,并为大力眼前的老父亲,发出这张照片后,江洪杰自嘲道,老天爷拜托你,女儿眼睛千万不要像我啊。 接着江洪杰又放出自己一张自拍照,照片中江洪杰瞪大了双眼,嘴巴微微嘟起,故意做出俏皮可爱的表情,她透露自己一直觉得眼睛太小,特别是黑眼球部分,真的就只有一点点,不希望女儿遗传到自己的小眼睛。 江洪杰希望小小爱像妈妈一样,能有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。 不少网友看到这条微博之后,纷纷点赞留言道,小小爱真的好可爱啊,感觉和爱像小时候一模一样,放心吧,长大后一定是个大美人。 也有网友安慰江洪杰,其实你的眼睛也不小啊,小小爱不管遗传谁的基金都是大眼睛。 还有网友联想到隔壁宋红雷的女儿,在评论区调侃道,那个,说自己眼睛小,考虑过雷雷的感觉吗? 不过倒是真的希望雷雷的女儿能随她吗? 别和她爹一样,江洪杰这条微博不仅引发了网友们热议,就连老婆浮原爱看到后也亲自回复,其实你的眼睛比我大,知道吗? 这波秀人爱真是六百六十肉,简简单单十二字,不仅安慰了老公,还趁机夸了她一波,绝对是甜到爆炸。 真的是因了那句话,情人眼里出稀释,这一波狗粮吃得,让一部分网友表示,哥,饱了。 前不久江洪杰和福人爱一起参加综艺幸福三重送,二人在节目中不停发疼,江洪杰更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愿,希望每天老婆都能亲自己一百下。 福人爱为了满足老公,从早上起床就来一个早安稳,接着吃完早餐之后又来一个稳,换好衣服准备出门又来一个稳,总之只要能找到空闲当,二人便会接稳,二人的频繁热吻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用意。 日本某些网友看到节目后,直接在评论底下批判这种行为,爱将是我们看着长大的,嫁到中国之后怎么变成这样了,恩爱是好事,可一直在外人面前接稳真的好吗? 甚至还有日本网友直接伤风败俗的字也形容二人,引起中国网民热议。 不过中国网友这边倒是觉得没什么,都已经2018年了,又必要这么保守吗? 而且退一万步说,二人都已经结婚了,接吻又有什么问题呢? 随后江洪杰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,当时看到评论的时候,确实有点不好意思,没想到会以来这么多。 所以,他透露其实在生活当中二人就是这样,每天都你在一起,可能节目一开始恩爱画面有点多,后面会好一些。 小编觉得这个小夫妻买甜蜜的,小日子过得确实是爱情该有的样子。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?